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思想界的反传统和文学界是不一样的 很长时间我一直认为我不是搞文学的 我是搞哲学的 一直到八十年代后期 我才变成搞文学的 所以这个一直是以这样一个方式 我了解那个时候在哲学和文化界的 那么这样一种对传统的一种态度 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杨烈还发表了理魂 半坡和敦煌 诺瑞拉 这是属于理魂祖诗中的一部分 这种诗的气魄非常大 它意境很开阔 那么 就是要写出一种文化的那种生命力 它要写出对过去的文化 还有一种 一种非常极悦的想象 那么那个时候 我一直对杨烈的这样一个史诗的这些学派 在八十年代中期是保持一种怀疑的 但在八十年代后期 我慢慢也读这些诗的 也感觉到了里边的那种冲击 其实中国的历史的这种变化 它似乎是 似乎是非常的微妙 似乎是非常微妙 甚至几年我们就发现 那种变化非常的巨大 你像八九以前和八九之后 只不过几年 变化非常大 九零年代初期 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了法治八十年代 认为八十年代是思想史的时代 我们要改变 九零年代要搞学术史 而要放弃思想史 那同时呢 要放弃西学 从这个对西方的那种追踪当中 我们要转向国学 要转向中国人做中国人自己的学术 所以在这种变化 我们是历经者 经历过这样一个历史的变化 所以大家可能 对于你们来说 这个历史好像都是混乱的一片 但是我们会感到 那种非常非常细微的 几年的一种变化 这变化反差会非常大 你看看 那个理魂中的半拖 杨烈的诗的这个意象 都非常的 非常的庞大 非常的厚重 而且这么多年 我说杨烈是不变的 我这里有一段对他的那种评价 杨烈在对历史的悲悯中呢 总是透视着信念 他影子在脚下 道路向树一样名思 从墓碑到墙堡 紧紧一步 我们腐烂又穿过腐烂 跨出自己 所以我是这么说 我说杨烈狂乐 偏执倔强 他为那个时期的中国诗歌 打开了一个新的想象空间 也许他过于依赖自己 过分偏爱典籍 人们可能不喜欢他的诗作 但不能否定 他的开头与毁灭的双重意义 就后者来说 他是蒙东斯后的群体 不再侮辱企图 而是与发生前的后期的历史 结合的天衣无缝 其实我这书里面 还有一句我自己 很得意的评价 杨烈的 我才会 所有的蒙东斯人 他们都改变 那么只有杨烈 他没有跨出自己 他拒绝腐烂 所以我觉得杨烈 是一个非常期待 因为我到 欧洲有几次碰到他 他送给我 后来有一个叫做 我不知道那个 应该一直怎么叫 意啊 意啊 他把那个意 那个字都跟他改了 那居然写了一本诗 他的那个意 是他深造的一个词 就是把意经的那个意 跟他改了 然后写了一本诗 然后都是那种 非常长的句子 非常抽象 非常形象上 非常这个宇宙化 这个 这个 万千年万年 他使用的时间概念 都是一万年以上 是吧 然后呢 最经常出现 就是生到死啊 死亡是他 最容易 最经常出现的形象 所以我呢 当时就说 他呢 这个 他拒绝 拒绝跨付自己 他还是带着他的 我说带着他的 长巨师啊 在欧洲 这一个游荡 长发飘间啊 带着他的长巨师 这个杨恋啊 这个杨恋啊 一直觉得自己很帅 我也觉得他很帅 确实是很帅 那么他的翻波 大家看看这个 是 六条龙倒在脚下 怀抱 怀抱一座深渊 这石头 以原始的强劲 悠悠缩写 最古老的种族 茫延成一片高原 崩塌之后 废弃之后 布加雕珠的美 金 中金可能我写着 中金空空的真实 揽送风生 我一千次死亡 再生为神 大家看看 这里使用的 多么巨大多 深渊啊 六条路 一条路不够 是吧 大家不够 是吧 然后是原始 古老 是吧 崩塌 是吧 空旷 懒毒风生 你看是懒毒风生 要一千次的死亡 是吧 他说 我在万年轻一样 沉沉叠叠的岁月中 期待着 眼睛从未离开 沉入波涛的 祖先的夕阳 又一次梦见了 片未来 正从手上 栩栩生起 那么 大家看看 就是说 这种诗 我不知道你们 现在读起来怎么样 喜欢的 举业说好吗 都不喜欢 喜欢 喜欢 还有不说 不喜欢的 举业说 你们怎么读 弃拳呢 有点又不喜欢 那么其实呢 这个 这种诗呢 我说 我在外面的中期 我们对这些诗 是其中 怀疑的 是因为跟我的 文化的立场 和我那个时候的 思想观念 是有对比的 以及我那时候 对中国的论识 也是 我说少年 不识愁自问 这个有的 非常偏激 其实到 八十年的后期 我就过去的 一两年 我对这种诗呢 忙喜欢 其实 我自己也写了 大量的 这类的诗 但是 一手都没发表过 但是呢 为了 做证明 有白纸黑字 我当时呢 不自量 因为我写了一本书 就是八十 一九八六年写的 一九八七年写的 但出版是很晚 就是叫做 本文的审美节奏 那本书 图鲁馆找得到 那是一九九三年 出版的 但是呢 实际上那个书写 是一九八七年写的 一九八七年的 冬天写的 里边呢 我当时不自量力 分析了很多 我自己写的诗 分析了几首 所以现在 唯一保存下来的 我当时写的诗呢 写了很多 在抽屉里 但是都 在朋友中流传过 但是有些朋友 保留过 我当时一直认为 他们都说 我的评论写得好 我说我是 我认为 我的小说比评论好 然后我认为 我的诗比小说好 但是最后 都没有东西可证明 但是在 那个文本的 审美结构文书里面 还找得到几段 我 其实当时 为什么那么狂妄 就是 我认为 我的诗不比牙链差 所以我分析一段 牙链的诗 然后来分析 又忘得诗论 这个诗 大家要原谅一下 我们在写那个书的时候 就二十七八岁 是吧 这个诗不自量的 但是确实 诗论都是很慌慌的 但是那可能唯一 能够找得到几个段落 我写的诗 就是 我其实在年轻的时候 是非常迷恋诗 同时 我自己也写 这种诗 但是在观念上 有批判这种诗 批判到一写诗 我也是那种 我还记得我当年 写的诗议中有 我读遍的 这个圣经 道德经 古兰经 比如说这样的诗训 然后是 长城 在我的脚下滑走 有的是这种诗训 那么都是巨大的这种 巨大的意义 都是 都是非常狂妄的 那种 那种诗训 所以像杨练 我当年就很能理解杨练的这种诗训 六条龙 他有六条龙 是吧 那是万年轻 是吧 他是这种东西 然后你看看他这个日朝中 日朝中 大家这次有点小话 他高原如门户 焚烧于急流暴跳的万物的海地 我只有光 落日浑远地向你们泛满 大地悬挂在空中 强盗的帆 向手臂 张开 其实强盗的帆 这种诗都是重复 就海盗就行了 是吧 有用帆 在船上的帆 那不就是海盗吗 他用强盗 因为强盗才是显得能量 岩石向胸奴 苍蝇向性 木让人的孤独 被无边起伏的灌木所吞刺 金磐飞扬 那灵密的信仰 幽幽灵驾于未然之上 你们此刻 为那一片 那如果消失了 莫爱人 在岁月脚下土护 忍受黄昏的驱使 成千上万座墓碑 像你一样泡沫在荒野尽头 互相遗弃 永远遗弃 把青铜还给土 让鲜血生锈 你们扔了 朝每一阵雷霆 请卸着泪水 洗凤一年一度 从沙瘦山处 唤醒 偷金者的命运 战后奔摊 峭壁无路可走 十孔的日轨 是黑的 而古代女巫的天空 再次倒入七朵的画质里 哦 光 神圣的荒庸 火的崇拜 火的舞蹈 洗地声音的温柔 赋予苍穹 一个破碎 桃冠的宁静 你们终于被如此巨大的 一顺震撼了吗 太阳淡着 为陨落的劫难 一阵喜 哦 欢喜落狂 所以这些诗都是非常的 非常的这种 非常的这种 寻奇啊 哦 那个是沙拉帝吗 我念错了 那个 可以看到这些 非常巨大的一项 都是要跟天地 融合在一起 其实大家也 记得这个 哈德哥曾经 读过 那个 赫尔德林的诗 让他天地人神的 四重统合 是吧 因为他的诗里面 总是融合了天地人神 当然 赫尔德林那个诗的意象 都非常小 是吧 都非常小 非常细 但是呢 杨念也试图有一个 天地人神 是吧 用这种来表达我和历史 那一个我 那一个强大的我 和历史融化在一起 那么这样一个我 能够承担起历史 同时呢 历史和我的血融化在一起 而富有了 一种当代的一种精神 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 那个时代的诗人 他们 有一种 承担历史 和面向未来的那种 决心和意志 所以 诗 确实和一种时代 那么内在的联系在一起 我们在今天会说 诗 远离了一种时代的精神 但是我们确实 在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会感受不到 一种精神 是吧 所以像西方的马拉斯主义 像 杰姆逊的 他写的书叫做 晚期 这个主义的文化国际 晚期 这个晚期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字 所以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是吧 我们初级 这就好像充满了生命 是吧 充满了一种希望 但是我们今天也看看 八十年代的那种激情 那种乐月和那种巨大的历史渴望 它消失之后 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一种非常渺小的 有限的个人 个人再也没有勇气去承担历史 这又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失的死亡吧 还是说我们有另一套的一种说法 我们失回到语词 回到羞耻 回到个人的内心经验 甚至回到下半生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一种情况 所以这个我希望大家能够思考一下 在座的学了中文 这个每一个人都是诗人 是吧 青春的时代都是诗的时代 所以现在好像是说 这个中国的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 确实这个有很多的诗诗 我们本来有我们文学诗 五四文学诗 年轻的时候不写诗 这个是浪费的青春 是吧 那么老了以后还写诗 那就浪费了诗 我们古人也说这个 白日放歌虚重酒啊 青春作伴好还乡 所以就是说那个诗是和青春 和美酒和美女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大家这个青春年代 一定要写诗 这里的这个和大家 继续上节课 我们谈到这个北岛 他的北岛以及其他几位蒙中诗了 当然因为我们的课诗有限 我们不可能这个更多的去分析这些诗 其实给出大家的一个 理解文学史的一个纲要 其实呢就是说 大家说这个 为什么要学文学史 就是我们会给出一个 这样一个 六十年也好三十年也好 这个文学大体是一个什么走向 它是一个 有一些什么规律 有一些什么基本的 这样一种历史的背景 文学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来运行 所以我们评价一部作品呢 总是有它文学史的意义和文学的意义 有这样双重标准 或者说有两个路径 这两个路径 它有时候会重叠 有时候不会重叠 那么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 社会剧烈变化的 这样一种历史当中 可能有时候文学史的意义 它和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呢 会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差异 就一部文学作品 那么可能过了很长的时间 我们会发现 它其实相当不错 为什么我们在当时 没有理解它的文学的价值 那么另一些作品 在当时影响那么大 今天看起来 它其实是一些很充全的作品 是吧 前者比如说像孙黎的《铁木钱壮》 是吧 那么在当时它并没有大王大使 但是今天看起来 它在中国的文学史的当中 它应该是一部相当不错的作品 那么很多作品 当时影响那么大 你包括我们新生期之后的 像《伤痕》啊 像《半读论》 这些作品 你今天看起来 它其实写的都挺简单的 也有很强的作品 明显的概念化 但是呢 它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 它就表达了一种时代的愿望 对于我们中国这样一个 现代历史来讲 特别是我们这一百年的历史来讲 我们文学 它就是充当了一个启蒙的先道 那样真诚 启蒙的先道